不断有患者听见鬼的声响 有一位名叫保罗的精神科医生 在方法里 需要先奠及病患 挤晕喧后 拉开眼皮 让尖端撤在眼球上方的眼光处 然后用力一凿 很快地 月里出现越来越多 毫无生气 宛若行使的患者 在意大利北部 威尼斯与利多之间 有一座名叫 布维利亚的小岛 关于这座小岛的第一份文字记载 出现在西元421年 但整整仍然闻名全世界的 这是一场来自历史上的人类浩劫 黑死病 黑死病是一场肆虐全欧洲的大型瘟疫 这场瘟疫造成了 大约7500万致2亿人口的死亡 严重改变了欧洲的社会结构 即使是作为意大利民族的威尼斯 也在这场天灾中被迫害带颈 甚至当时还流传过一种说法 只需要一个 携带黑死病病毒的人进城 不出几天 有人摧毁任何一座城市 而当时的医疗技术 并不足以应付这样大规模的病状 最有效的办法 便是将那些得病的人 统统统一隔离 直到这些人都病死为止 而作为重灾区之一的威尼斯 为了摆脱黑死病的噩梦 政府决定将 布韦利亚这座无人岛 当作隔离病患的检疫所 在那段时间里 无论是确实患上瘟疫 又或者仅是出现 罚的症状的民众 通通都会被送到岛上 在如此的手段下 布韦利亚岛已经看死亡 划作等号 无论有没有懒伤瘟疫 到了岛上 就只有等死的结局 甚至为了彻底消灭病毒 一些人活着的病人 都会直接被扔到 尸体堆中一同烧毁 第一波黑死病 于1353年结束 但这并非终点 1575年 第二波瘟疫大流星 卷土重来 虽然时间过了200年 但医疗技术 没有太大突破 威尼斯约莫有5万人死亡 1630年 黑死病又再一次醒来 这次则造成了约莫有 三分之一的 威尼斯市民死亡 当时威尼斯的统治者 是拿破仑 他下令重启 布韦利亚岛作为隔离区 根据资料记载 在这里作为隔离区的事情内 前后大约有16万人口 上面在这座小岛上 当时岛上随处可见 埋葬遗体骨灰的坟坑 几乎一半以上的土壤 都混合着 瘟疫死者火化后的骨灰 时至今日 都还能看到岛上的地面 有一层被焚烧过的痕迹 到了19世纪 这场肆虐全球的黑死兵 瘟疫才彻底结束 关于波韦利亚岛 死亡岛的说法 也渐渐埋藏在历史之中 但这座消毒的恐怖传说 并没有止不于此 为了洗刷掉 波韦利亚岛过去的名声 政府将这座无人岛 作为资产出售 他们先是派展到岛上 种植葡萄与其他农作物 并且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修整 可与此同时 一所占地面积不小的精神病院 也被悄悄地建立起来 然而 或许是那些在这因病痛 而残死的冤魂 仍为散去 自从精神病院建立之后 就不断患者听见鬼的声响 并且遇上了数不尽的灵异事件 诸如听见火焰燃烧的声音 与温度 听见人们死前的起立哀嚎 看见身前消瘦的黑影 从左廊晃过的现象 但作为精神病患 他们口中所说的闹鬼事件 通通都被医护人员 当作是发病时的幻想 除了闹鬼事件频传之外 以现金的医学伦理角度来看 这间精神病人的病患 全都受到了不人道的对待 无数病人被严重虐待 忽视 以及受到野蛮的治疗程序 根据事后报告指称 猴打 束缚 难度监禁 都只是家常便饭 而在这所精神病院里 有一位名叫保留了精神科医生 那故事是所存文里面最害人的 当时针对精神病患的治疗手段中 有一项名叫脑前一额 切除的神经外科手术 当时的人们 已经知道大脑对于人类的重要程度 却对大脑没有多少理解 这些人开始尝试对大脑动手术 以解决人类的精神疾病 来自葡萄牙的安东尼奥 莫尼斯医生 在听过实验报告后 开始尝试切除病患的脑前额叶 并发明了称为脑白质切除器的仪器 在手术进行时 需要在病人的颅骨两侧各钻一个消控 接着将切断器从孔中插入脑部 这项跨时代的发现 让莫尼斯获得了1949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之后一位名叫沃尔特杰克逊 佛里曼二斯的美国医生 发明出了一套更为快速便利的手术方式 工具非常简单 只需要一个冰锥的锥子 按一个铁锤就可以了 在第二个方法里 需要先电击病患指晕选后 拉开眼皮 让尖端插在眼球上方的眼波处 然后用力一凿 手术就可以完成 手术时间不到10分钟 甚至不需要手术室 当下将能看见效果 就将手术立刻受到吹捧 王在美国就实施了4到5万的临床手术 这项手术便开始被称之为 冰锥疗法 这项疗法所导致的后遗症 我们今天姑且先不谈 所以只要知道 术后效果的评价 没有客观可行的标准 而且所谓治疗 就是把人敲成弱智 还更贴切一些 目前已经被认为 严重违反人权而废弃 1950年起 就相继被各国禁止使用 而刚刚所提到的保罗医生 就是这项冰锥疗法的推从者 他除了会对病患 进行残无人道的医学实验 更喜欢用它们来研究 冰锥疗法的效果 很快的 病院里出现越来越多 毫无生气 宛若行使的患者 甚至没被施以毒手的人们 即使没有听见的是 流氓亡魂的哀嚎声 也会在被虐待者 那连日的起立残酵声中度过 他们整日不眠 一眼就担心 自己下一刻会被冰锥治疗 成为半死不活的模样 然而如此天理不容的做法 很快就迎来了报复 保罗医生在这样的人间炼狱里 自身也逐渐形容精神癫狂的状态 在某日的深夜里 他站在岛上最高的钟楼上 直接一跃而下 往常摔死 根据传闻 有人看见医生跳下肩 身后无数双半透明的手 让他直接推下楼 但传闻的真假已无从考证 病院倒闭之后 连续好几年之内都无人再敢踏上这座岛屿 当地渔夫也不愿意靠近 毕竟撒网下去 总能时不时老到一些人骨 与世隔绝的无人岛 就这样任意荒废 但如此灵异的传闻 自然会引来许多对探灵感兴趣的人们 由于这座岛屿 算是私人猜产 因此禁止随意进入 探灵者们要么得向政府申请入岛 要么就是趁着夜色偷偷登岛 但他们在岛上所发生的遭遇 都足以让他们终身不敢再次登岛 曾经有位来自美国年轻探灵者 他们满怀期待地登上波维利亚岛探险 这五个人带起了装备与食物 本打算在岛上度过一夜 但宣誌还没入夜 他们便在岛上荒废的建筑里 听见了各种奇异的哀嚎 惨叫 并且看见了许多亡灵作祟的景象 所有人被吓到惊呼精神崩溃 紧急联络当地的紧急救难队 最终连夜被消防队员登岛 救人出来 而在所有灵异故事里头 最出名的事件 来自于一个名叫 Ghost of the Vengeance 幽灵历险记的节目 深夜时分 他们带着摄影器材 千万废弃的精神病院 依照程序 先后进行了乐成下仪 同龄和 ENF仪器等检验 而在过程当中 摄影团队意外拍到 主持人被亡魂暂取 升级的片段 如果各位对于波维利亚岛上的灵异片段感兴趣 可以在网络或YouTube上搜寻 Paveglia 而如今 波维利亚岛依旧为止着 它死亡之岛的名声 但近几年来 意大利政府为了减轻财务压力 打算出租这座小岛 而又投资客 看中了岛上的灵异现象 想要反其道而行 来赚取钱财 或许在不久后的某一天 各位去威尼斯旅游的时候 就可以报名参加这座 鬼道的灵异冒险团啰 喜欢这个油纸的创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喔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兄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by bwd6